莫主委 Steven 在今年的1月12號那天 我打了一個電話給Rebecca 說平方大線突然想到 可不可以邀請你的兒子來聊一些 現在年輕人的東西 他說他在 那電話就丟給他 那我很緊張 因為沒有跟學霸都過電話 一時間不知道什麼稱呼他 我突然報了去 台兄你好 然後他跟我說不表達我的醫院 他說好我想知道我很忙 真的不錯 今天很榮幸迎來了 在 媽媽的星光月雨裡面聽到介紹你很簡單 台季23歲 AE型男性 介紹我這邊 這個 剛才跟你溝通過 李拉克斯千里社有史以來 Speaker 最年輕 而且令堂 人員那麼好 來了很多貴賓 讓我們今天是第一次 從三樓移師到二樓這麼大的廳 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 今天呢 最主要請到這麼年輕的Speaker來 來聽聽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他學的是什麼 想的是什麼 那因為我們這邊下面有這麼多叔叔伯伯阿姨的小孩 也剛好可能是到這個 這個考試的人生準備的階段 或許他們也會有一些問題 可以待會有點時間跟你溝通 那 因為學霸這個名稱呢 其實是 剛剛很驚訝 叔叔太晚認識你 二十年前如果我考機師認識你的時候 我可能沒有考十三次 後來想想你不對 那時候你才三歲 好 我們就用最正的掌聲 歡迎我們今天的祝獎貴賓 海靖先生 為我們帶來的演講 謝謝 好 好 那 今天很榮幸 接受 堅持不得車的要求來這裡 為大家 我不敢說是演講 這樣感覺好像我在 教導什麼 就是分享好不好 分享一些 個人 的興趣 朋友 今天主要就是來跟各位 講一些故事 希望大家可以用輕鬆的心情這樣子 來 聽我 講歌 應該跟蠻有趣的故事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OK 那 螢幕當然兩邊都有 但是可能 如果要看清楚的話 可能 可以往那裡看 那你要看我 也可以都可以 我可能 來回移動 都可以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今天的這個主題呢 我是寫 認識電子遊戲 可以 認定他 會成為當地產業王 那我有點說 就是 其實 接受到這樣的要求 也是 受寸落盡 是不太敢當的 對不對 跟在座的各位 長輩很比 其實我 我也就是 一個研究生而已 所以 其實大家 在場各位 其實 各個 人生經驗的社會經驗都給我豐富 那我能夠提供給大家的 就像 剛剛Steven 他有說過說 可能就是一些年輕人的想法 那我想 這個題目就非常適合 因為 可能在座各位 因為家裡有養小孩子的 也有機會 可能 聽到什麼 會不會 晚點晚成名啊 或就是一些concert 這些東西 那我今天可能就是 想要讓大家 可能作為為人父母的 可以更加了解 這樣子的一個 然後可以可能 maybe 打破這些時代的 那我想 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 我還是稍微 再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讓大家認識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我這裡有寫 我簡單的學歷 就是 我原本是從 台大的電機系畢業 學士畢業 那我目前呢 是 直接 繼續在台大 念 電子組的研究生 那我的 領域專長 是屬於半導體的研究 那就是半導體的研究 那當然 除了學業以外 也是也會非常多有興趣 大家可以看到 諸魯詩類 對 大概大之五項 你可以看到 包含 語言學習啊 娛樂媒體啊 我也喜歡看電影啊 或是看影機啊 這些 那我對於 故事怎麼寫啊 或者怎麼去欣賞這些故事 我也是算是蠻講究 那地理人文呢 我個人也蠻喜歡去旅行 那旅行的話 你當然就會需要 要注意的故事 包含我們交通啊 你要怎麼從一個地方 到另外一個地方 你就會開始 可能會去 wonder 說 欸 這些故事 為什麼可以規劃得好 或是不太好 這樣子 你注意到經濟發展 那當然 你如果 可以去過外觀光 你可能多一點歷史之事 你可以覺得經濟有比較多 對不對 那還有 像是固定音樂 我也蠻常 好音樂聽的 OK 所以 如果大家看到我們列入這些興趣 有相同喜好的人呢 欸 歡迎可以多跟我交流 這樣 好 那講到這裡 大家可能會覺得蠻訝異的就是說 欸 我是一個理工出身的人 欸 但是怎麼 好像我興趣 包含的 包含的範圍 也可以看到 音樂啊 歷史人文 或是媒體什麼的 都有語言學習 那 我們就來問一下 我 是這麼想的 我的答案就是 因為電子遊戲實在是太讚了 呵呵 對 是這樣 那你可能會想說 欸 這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稍微記事一下 很多 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一開始也是 我無關心 那 你要想說 我人 我還是小時候 比如說 我高中的時候 其實能夠做的事情也蠻有限 對不對 整天在學校 你能夠學教會什麼以外的東西 可能機會比不大 那我其中一個輸壓的方式 可能就是 我剛剛一開始提到 就是玩遊戲 因為那還算還 呃 容易的 對不對 你可能隨時都有機會 可以接受到一些遊戲的東西 那 我自己在玩遊戲的過程當中呢 我為了要能夠 讓我的遊戲體驗更好 我必須要 知道更多的事情 所以 舉個簡單的例子 像是語言學習的部分 以前的遊戲其實 漢化 中文化 並不新生 對不對 當然如果有一點開電話 應該知道 欸 日本很喜歡做遊戲 對不對 但以前並沒有中文化 所以 我必須得 必須要去學其他的 但是英文啊 或是劇文 那 同樣的其他的部分也是 比方說 像是地理人文啊 或是世界歷史 你如果在 玩遊戲 它是有劇情的 它是有那種 歷史感的話 欸 那你可能也會 對這份東西有興趣 所以 比方說 我們常常看到 三國字類似的東西 都可以出遊戲 但你就會發覺很多人 欸 這三國歷史可惡 對不對 或者是 你在玩遊戲的過程當中 你要從A點走到B點 你必須要有好的方向感 所以 你對於 看地圖啊 或者是地理人文的了解 的話 你就可以引發了出來 所以我想要講的一個 精髓是說 我認為 如果你問我興趣是什麼 我毫不容易說遊戲 因為 我所有其他 延伸出來的興趣 最本數源 到最一開始的核心 都是因為 我玩遊戲的開始 所以我希望 我講到這裡 是由引人入勝效果 希望大家可以開始了解說 欸 玩遊戲這件事情 是有蠻正向的 東西在裡面 希望可以提起大家 對這個話題的興趣 好不好 OK 好 那這是我今天大概會講的主題 我們在講最重要的 有關於任天堂這些公司 它的歷史 跟它的故事以前呢 我想有必要 先讓大家熟悉一下 我們在討論的這個產業 這個環境到底是什麼 所以會先講一些前言跟背景之事 然後再來是最主要的部分 那最後 如果時間還允許的話 好 那我可能會再特別提一些 任天堂對我們社會而言 帶來什麼樣的文化影像 好 那 就先從一些背景 知識開始講起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個題 其實我們在講電話電話電話 他可能心裡想的image 會不太一樣 那 其實說真的 今天時間也 不夠把所有的東西都講給大家聽 我只能挑我認為比較重要的 五星式的部分 給大家分享 所以 我在這邊先做一個簡單的分類 讓大家確定你了解的時候 我講的主題是什麼 OK 你會看到說 我電子遊戲最大 我們就所有總稱 就叫做 video game 電子遊戲 那我這邊用區分的方式呢 是用使用平台來區分 也就是說 你使用的硬體設備是什麼 你使用的機質是什麼 那你會看到大概分底下這四項 對不對 這裡是接機 電腦的主機跟手機 好 那稍微解釋一下 如果不太清楚這件事情 首先接機 接機是什麼呢 接機很簡單 就是大家應該常常可能逛街啊 逛一下街 逛台公司 或是虛擬門裡逛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到一些假娃娃機 對不對 或是投籃機 那除了這些機子以外 看很多其他的 就是很大台的一個遊戲機會 然後你可能要投錢並進去 這樣子去玩 比方說可能有玩具槍 然後你可以對著螢幕射來射去那種 那種就是大型的 OK 它就是要走不一樣的 這個東西 OK應該蠻容易理解 那再來電腦遊戲 這一點也蠻容易理解 我們大家基本上工作都現在都需要一台節目 對不對 那我留言看電腦 我同時也可以下載很多不同的程式的網址 那其中的一種網址 當然是遊戲網址 對不對 好 那第三個這個主機遊戲呢 它就是專門為了玩遊戲 而設計出來的機子 那這種東西通常都是要嘛 接你的電視 要嘛就是你可以收 就這樣直接拿 OK 那最後這種手機遊戲 我想大家應該也很陌生 不管你是平常看一些電視廣告 或是有時候看YouTube 去展一些廣告 或是你去逛一些 有時候大家不知道有沒有 搭公測的時候有看到 就是說 那些公測上面都貼到那些東西 趕快下載 App Store那些有什麼的 那些都是主機遊戲 對 所以大概用平台分配本這四種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主要會是Focus在第三個 這個主機遊戲上面 所以如果你可能以為說 我講的TOPIT 可能會在想說 假設你家小孩很成立 玩那種什麼打包啊 可能聽過這個名字 那種線上遊戲 或者是說 我的小孩子 他可能每天都玩手機 玩得很兇 那我抱歉 我今天講的主題 比較不是這兩個 OK 我講的是比較 可能相對而言 大家控制的機會 再更少的主機遊戲 那我覺得 我可以用一個方法來理喻 你為什麼要看這件事情 有點像是說 假設你今天想要演一個音樂 我們知道其實 說真的 對於現在的人 大家最常聽的音樂 可能其實是 比方說 搖滾啊 角色啊 或是就是遊戲啊 HOP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深入了解音樂的話 你應該是要從 比較原始的 從可能古典開始 了解樂理 對方才知道 我是這樣子去卸曲 或是怎樣 但是 偏偏可能 現在實際上 大家會去真的去理解 古典樂人 又比較少 但是 對於了解他而言 是絕對不一樣的 所以 這裡也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為什麼要特別講主機遊戲 是因為 你如果去看他的 歷史而言的話 我覺得他對於整個 產業而言 發展是最重要的 當然現在的敘事 會都覺得不一樣 但是 以一個第四的角度來看 基本上 我會認為主機遊戲 佔分量是很大 好 那我這裡再稍微細分一下 主機的部分 有分量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沒關係 我直接唸出來 這個是家用主機 我剛剛有稍微提到 主機分兩種 例如是插電池 OK 就是 可能 大家應該也是聽過 什麼PlayStation 然後PS4 PS5 接電池 另外一種是攜帶式 就是直接打開機子 戴在身邊 大概是這兩種 那我們今天 主要focus的 應該也是家用為主 OK 那其實基本上這些都會稍微 彈一彈 但主要都是主機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講故事 OK 我們先把時間拉到196070年代 這是大型階級的事態 秀儀堂給大家看 這個時候 其實科技才剛起來而已 你可以想像說 美國呢 他們才剛figure out 怎麼做programming這件事情 那如果大家對於科技 有任何概念的話 他應該知道以前的電腦 讓你把它塞一間大角色 那發展下來 其實概念就是什麼 就是科技能不能做得越來越小 所以在這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是要做一個機子 也是這麼大一台 可以看到 所以 之所以會有階級這種東西 並不是什麼特別的理由 就單純有點像是科技的限制 我不得不把我的東西做成大 那我做這麼大的話 我勢必要找一個空間法 那我要怎麼樣去 透過這種方法來賺錢 我想到用投幣的方式 OK 那我右邊這裡秀一張圖 來給大家稍微做一個 你可以說遊戲的規劃 蠻好 就是如果你完全不知道遊戲在幹嘛 我覺得這張圖 你知道可以理解是什麼 這邊這個pump 跟這個就是同一款遊戲 那pump是什麼呢 pump就是乒乓球 雖然解釋一張這張圖 在幹什麼 就是你有兩個玩家 他們就是在玩乒乓球 你會看到他這個好像就是他的板子 然後這個就是他的球 他就這樣來回來回 那如果一邊的人吃熟的話 沒有他就可以扭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遊戲 因為其實跟你去玩 一般的運動 基本就是一樣 他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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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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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遊戲 非常容易理解的一個考試 好 那再來就是 就是家用直接就不行 概念也很簡單 為什麼會這樣子 原因就是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 欸 玩這款遊戲 開始沉迷了 我很想要玩 我就怎麼樣 我就一直投錢 投到 我媽給我的女優錢 全部都發光了 那我就很想要怎麼樣 我想說 不要說我想要 得更高分啊 我想要突破自我啊 對不對 但是我要怎麼練習呢 我總不能每天下課 都一直跑遊樂場 這樣子好像 看你效率了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要想說 有沒有一個方法 可以把遊戲 帶回家 欸 所以家用主機的錯 也是1970的 你看到 我這邊畫的這個畫面 同樣的 還是胖 對不對 乒乓球 我只不過怎麼樣 我看到 欸 媽媽跟小孩兩個人 一起在家裡的電視上面玩 OK 所以這邊 就一張主機的照片 然後再告訴你說 欸 家用主機出現 所以這顆眼鏡王 好 好 那接著 一樣 就是從1970到1980 初期的時候呢 因為家用主機開始出來 那這是一個很新興的市場 OK 沒有人做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肯定就會有 非常非常多的競爭 你會看到說 欸 我們這裡 Oversaturation of Console 非常非常多的主機 都相近所選 稍微看這樣子 你會發覺 欸 大家長得都很像 而且 如果你去看它的操控方式 這些 這些 根本都是 看起來像 一個電視有空氣 或是手機 所以很多東西 都還是在一個 雛形的階段 大家還是在 注意到說 到底這些科技 可以拿來做什麼 或者是我們 我們設計這些東西 到底 可以往哪個方向去 大家還在 慢慢摸索的情況之下 那 我右邊這裡 秀的這些影片呢 就是 一些當時 你可能會看到 遊戲長這樣子 那我知道 可能 你們可能沒有大包 可以讓大家看得很清楚 但我可能抓 一張譜出來解釋一下 讓大家有個概念 比方說 像這邊 左下角這樣 他怪物其實是一個 太空船在這裡下 然後上面 是一大堆怪獸 然後你要射子彈 然後他們一個一個見面 這樣 就是有些比較小迷晃 我知道 大家有沒有 可能有些人 以前有碰過 或是玩過 像這樣的遊戲 OK 這家很經典的遊戲 大概就是 1970年代的時候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一個 蠻有趣的事情 就是 你會發覺 其實在這個時代的遊戲 大部分 背景都是黑色的 那為什麼呢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工程師 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 關機背景相關的人 但是 其實 你如果要寫code 把這些東西寫出來 你要定義很多東西 你看像第一張這張 那麼多顏色 你要告訴電腦說 哪個地方要做什麼顏色 有點累對不對 但怎麼樣可以偷懶呢 就是我跟你講說 背景全部都是黑色的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 你會發覺 在1970年代的時候 而且 又加上是美女人 美國人最喜歡什麼科幻片 他們最喜歡往太空走 1969年才剛登陸月球 所以所有遊戲 基本上就是太空走 太空走 所以 你會發覺很多 感覺上都是這個樣子 好 那 接下來 我們時間 進入到1980年代 我們so far 都在講 美國的 你可以說 算是科技的發展 只是在遊戲上的樣子 但是 這裡 發射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 1983年 1983年 美國遊戲業裡 發射一個大交通 這樣子很嚴重的事情 但我們稍微來理解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原因是因為 像我前夜有說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競爭者 都出了很多遊戲 ok 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時代通常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會影響到這個遊戲成員 那我這裡列了大概四項 其中第一個 家音電腦 雖然今天重點不是在講 電腦遊戲 但是大家應該也可以想像到 現在1980年代之後 家音電腦這個東西 其實已經成熟 開始有家當電腦 那電腦本身 就像剛剛跟各位提的 他是可以拿來玩遊戲 而且他不是只能拿來玩遊戲 他還可以做非常非常多奇葩的事情 所以對於一般消費者的眼 他們會選的時候 只能玩遊戲的機子 還是又能玩遊戲 又能做很多其他之間的東西 他們這些家音電腦的公司 他人網告 就是告訴大家說 你只要買家用電腦 你什麼東西都不用買 所以很自然的消費者 都往家用電腦市場 再來就是剛剛講的 Oversaturation 就是太多過飽和的一個市場 太多競爭者 太多相似的主題產品 所以會有一個功過於求的一個狀況 OK 那我個人覺得 其實這個大銷售最重要的問題 是第三個 是大量商戶開發的電子遊戲 那我這裡 有一張圖片 也是有一點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個遊戲 大家可以看不出來 這個遊戲叫DT 大家應該有看過這部電影 對不對 Extrature Ratio Slimus Pilgrim 導的 對不對 那這部電影很有名 但大家要了解 因為美國人資本主義 基本上能賺錢就賺 所以呢 你今天有一個很好的智慧財產 可以讓我來monetize 那我就 一定會take這個 Upportunity 所以怎麼樣 我除了有電影外 不知道是Vida在周邊 也包含了出電子遊戲 這麼早就有 OK 這麼早就已經有 1970年代 而且你剛剛看到那些畫面 就像我剛剛講 畫質簡單 好像沒有什麼電影畫 很淡料 但是其實在這樣的情況 我都還要在 好像跟原電影車章關係 然後讓你玩一看遊戲 所以你光是那樣去思考 你就會想說 可以電影帶給我那麼豐富的想像 或者是美好的回憶 我要怎麼樣把它 詮釋成 一個好玩的遊戲 答案是 你確實辦不太到 因為這個時候的科技還沒那麼強 你可能很沒辦法想像 一件事情是 在你這個年代 你要開發遊戲的成本有多低 大家應該知道 其實現在如果做軟體功能 真的是很不輕鬆 你必須 或讓你的project 可能要幾百個人同時寫 一大個project以後 然後可怕還有其他 還有其他 但以前的時代不是這樣 以前這個年代是 你大概一個禮拜 就可以寫完以後 你就想像 如果有軟體背景的人 應該知道 大學上課都會要求 你要完成一個project 當作其他寂寞報告 其實說真的 這個時候賣出來的遊戲 大概就是那個level 非常粗簡 再加上這個時候的市場 基本上沒有regulation 科技業一直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太多性能東西出來 很多regulation都沒有出來 都不知道要怎麼樣去規範 所以就導致了 會有大量的業者遊戲出來 所以大家等於是消費者買了一大個東西 也不知道這些品質好不好 回去玩 他來說都很無聊 或是自己都很講話髒話 大概都是這樣的事情 所以大家開始很不信任的遊戲產業 那這邊這張圖 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他們出了ET這樣的遊戲 然後結果評審很差 導致非常非常多的copy 都賣不出去 所以之後怎麼樣 他們只好把這些遊戲 拿去報廢 所以這張圖片就是 當時出ET 這家公司叫Atari 他們出了這個遊戲 賣不出去結果 這樣子報廢的一個東西 然後當然最後一點 媒體過分宣傳負面價值 這也很容易理解 說什麼玩遊戲會沈迷啊 或是就是 光是這種事情都可以報道出來 反正各種負面新聞 報道出來 大家看了也都覺得 OK有道理 所以諸如此的原因 導致1983年以後呢 我看美國很多遊戲廠商都玩 非常多 幾乎沒留一個 只留Atari Atari這家公司算是 當時美國最大的遊戲公司 OK 那很重要一點就是 超貴者的遊戲不行 你能想像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今天沒有 我今天想要看一部電影 其實完全是一樣的概念 我今天想要看一部電影 我可能會好奇 想說 這部電影好好看 想要看評論對不對 想要知道說 可能某個Youtuber看了 然後幫我解析一下 說這個好不好看 然後我再去看 要不要看 但是以前沒有這件事啊 以前沒有這種論壇 沒有網路 沒有這些東西 去店裡面買一款遊戲 你一直不知道 他好不好 都不知道 所以乾脆怎麼樣 還是不要買 不要 所以這個是蠻嚴重的一個狀況 那講到這裡 你可以發現說 任天堂在哪 說不然完全沒有指標他 好 那這都算是背景故事 因為我們要了解 任天堂的崛起的話 我們必須要先知道 美國有這麼多嚴重的事情 發生在1980年代的時候 我們再來了解任天堂 他是這麼期待 所以我們接下來主題 就要終於敲任天堂了 OK 任天堂 他是日本公司 其實大家應該知道 他總部在日本京都還蠻特別的 那任天堂其實在很老很老的公司 大概1889年就成立 大家有人知道 1889年的時候 發生過什麼有名的事情嗎 我可以告訴你 這1889年有多老 你可能沒辦法想像 1889年的時候 艾弗爾鐵塔才剛蓋 你能想像嗎 嘿就是這麼老 當然啦 任天堂雖然那麼早就有 但是並不代表說 那個時候就開始做遊戲 遊戲也是至少要等到科技都出來 所以其實天堂早期是做玩具的 他是做一大堆那種Toy 之後才轉戰電子遊戲 OK 那你就會看到大概在1980年代 這個時候 1980年以前 那天堂也想要發抖美國的福祉 他想要做自己的遊戲 其實這個東西 如果大家對於科技有些概念的話 應該會知道日本經濟起飛 其實很大的工程就是他們的科技 所以這裡有點像是一樣的道理 只不過是在遊戲這個部分 日本就是一直怎麼樣去看美國在幹什麼 然後把它改成功能幹 所以我這裡舉了兩個例子 是任天堂做階級 因為我們一開始先從階級提起 所以日本如果要追趕美國的科技 他也要先從階級開始 但是日本有學的地方 我們大家為什麼都會喜歡日本的產品 就是因為他們可以把它改動 那這裡我覺得這兩個例子 Donkey Kong 跟 Mario Bros. 3 是兩個階級遊戲的名字 那我相信可能 有些人對於這個畫面 應該也有一個模式 這個兩個遊戲可能看不太清楚 但是我們會看到 會有一個可以操控的主角 這邊跟這邊 嘿 這兩個人其實都是同一個人 那大家應該也認識他是誰 他是誰 Mario 非常有名的遊戲角色 Mario Mario 那 Donkey Kong 就是怎麼樣 Mario他為了要救他的女朋友 他必須要跟一個大金剛對抗 這個大金剛把他的女朋友握走 然後他要想辦法去把他救回來 他要躲過這些障礙 OK 然後Mario他就是這個 他是怎麼樣 他是他跑到一個下水道裡面 然後他要把很多的這些烏龜啊 什麼的都去除掉 然後看德魂可以有 所以你會發覺一件事情是 從這樣子的階級 為什麼叫Mario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卻有原創性 而且他也有武士性 因為剛剛的ET不太一樣 剛剛ET是 我們原來看了一部很好看的電影 結果我玩的遊戲體驗超爛 就是走下風 但這個東西是 但是你有一個很簡單的故事 就是我要救我的女朋友 我說我就是要清除這些東西 然後遊戲又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所以大家會是有一種 從Button然後Top都沒有 那個Feel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先告訴大家說 先從階級開始 到下一頁就是講到家用主機 那一頁1983年就在美國 產業下滑的這一頁 那一頁出了自己的低碳加用主機 那可能有些人也認識 這個是什麼 這我們俗稱叫銅牌機啊 因為又紅又白 而且看起來很像一個玩具對不對 你在日本來 他叫Zenita 他全名是Family Computer OK 就是好像是給一個家庭玩的一個電腦 一個計算機這樣子的概念 他叫Family糖 簡稱叫Family糖 那我右邊這裡就秀很多Family糖 當初出來的時候 他發售的遊戲 你會發覺其實這些有時候很簡單 他都可以理解 然後你看這個就是什麼 複子齊啊 我就是改成電子版的意思 那同樣的 前面 前夜有這些街機的作品 對不對 Tincar或是Mario Brothers 在這裡他們也有出現 可能看不太清楚 但是他有在裡面 好像是 來 這樣子可以 看在這裡 喔 這好像是Mario Brothers 有在裡面的話 這裡有到什麼 就是他也把街機的遊戲 放到家庭主機 就像我剛剛跟你講 我還想要把我原本在街機裡面 玩的東西放到家機裡面 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 一開始出遊戲都很簡單 就是三五分鐘就可以往來的東西 好 那 我這邊先做個小節 這算是 都是 費錢之事 如果大家也很搞不清楚 忘記的話 沒關係 我這裡做一個重點整理 1983年 非常重要一點 因為他帶有 美國傳言傳開 跟日本產業信息 OK 那我就不太多罪說了 對不對 做一個小節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到 重點 整個 報告的內容 是這些 因為看到這裡其實 細分很多項 這些每一項 都是 從1983年開始 一直到現在 2023年 OK 這樣 30 40 這樣不好 反正就 這幾十年來的歷史 OK 我會一個一個 大概這樣走下去 然後把過程當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好 好 那現在 我們就要開始講到1985年 1985年 1985年是 任天堂 想要打入美國市場的這一項 那 大家再稍微回想一下 剛剛我們講 美國市場現在已經是一個 非常精緻的狀態 所有的消費者都不信任你的產品 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要怎麼打破這個價格 好 那我這邊秀的這張影片 是當時的一個雜誌 宣傳任天堂的商品 首先 你會發覺一件事情是 任天堂他並沒有愚蠢到 直接把紅白機拉到美國去換 他了解美國市場是 非常的一個 於是危機死人 我怎麼知道 我下一步這樣子下去可不可以 所以他們必須要有足夠的策略 去想辦法打動美國的東西 所以其實 他們新設計的一個主機呢 基本上性能是跟紅白機一模一樣 但是他在外面設計包裝上 行銷上做了很大的工夫 讓他可以這樣 首先 你會看到說 有任何一個遊戲的質疑 有沒有注意 沒有什麼 GAME 像PlayStation 對 或是以後有很多其他的 主機 其實有時候可能會有 GAME在裡面 那找不到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 Game Console 就是 喔 玩遊戲的 他故意先 先一開始的時候 喔 不要先 先錄的意思 跟我講說是遊戲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提供娛樂的系統 對不對 Entertainment System 然後我們再來一看 他實際這個 Entertainment System 來各位 我從此之後 我叫這個 縮寫 我會叫NES 對嗎 或是叫S 所以我在講S的時候 我覺得照片子這一台 OK 那這個S 你會發覺 跟原本空白機 如果你去看 前面這一頁的空白機 長得差很多嗎 對 你看玩具 對不對 這邊呢 他 好像 看起來好像很高 像一個 錄影帶多放機 可能年紀小的人 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但是 相信 可能 年紀上會長一點的 以前我們 不是用CD的時候 不是用DBT CD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錄影帶 對不對 他是不是都是 從前面 你沒看到說從前面這個開口 拉開來之後 可以把東西插進去 所以他先 讓你好像 混淆的事情說 欸這個跟你想像中的遊戲機 不太一樣 因為以前的遊戲機 的確可能跟大家 印象中差不多 就是直接插一個開口 再下去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先混淆你的時間 他讓他長得有點不太一樣 讓他覺得說 OK 好像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然後呢 這邊 左邊這個 是一個 大概看起來像一個機器人 這也是 就是他的另外一個策略 當初在賣 MDS的時候呢 他會幫懂這個東西 叫做 Robotic Operating Body 簡稱ROP ROB 或是就叫ROBO 可以吧 就是提醒ROBO 那他是可以搭配 你的這個主機 需要遊戲 OK 那我們不會多做介紹 但是我想要講的重點是說 這個東西 他 對於偏偏偏偏來說 他可以宣稱 他是一個玩具 他不是個電玩 他是個玩具 他是一個 你可以拿來一起 當你的 對不對 天馬行風小孩子想像 他做我的好朋友 什麼什麼 他可以拿來一個玩具 所以他有很多這種策略 去想辦法慢慢軟化美國人的心 OK 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說登天堂很會導正 我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了 講難聽一點 就是登天堂很會騙 很會騙消費者來買 有沒有覺得很酷 是不是很酷 那就來買吧 大概是這種感覺 OK 包含這玩具槍也是 就是要讓大家覺得說 OK 這跟你想要玩遊戲是不一樣 他也可以拿來當玩具 這我會說是他們打過美國市場的晚期策略 要先打不斷人形 但是你要能夠長久 你勢力還是要有真實力 真底 所以我們看下一頁 任天堂遊戲革命 革命什麼 首先先把原本經濟大招條最大的兇手先解決掉 是什麼 劣質遊戲的問題 所以任天堂從這裡開始 它會發明這個 Official Nintendo sale of quality 什麼東西呢 也就是說 從現在開始 如果你要在任天堂派的主題上面出遊戲的話 你必須要先給任天堂審查 任天堂看了你的遊戲說 你做的遊戲不錯 然後給你這個印章之後 你才可以發行 否則沒有這個章的話 你各種的章好像是 XD一定有非法的 在我的主題上面擺遊戲 所以任天堂透過這一招 它能夠讓消費者確保說 你玩的遊戲是高級的遊戲 你玩的東西是OK的 所以我們任天堂保證 OK 那我想要作為任天堂遊戲的quality保證 最大最大最好的例子 莫過於1980年伴授的非常重要 影響整個遊戲界的 Super Mario Brothers 我相信大家對於Mario一定不陌生 前面街機已經有看到他了對不對 但是那個時候他還算是一個角色的出現 他只是一個小人鬼 但是從這款遊戲開始 他才真的變成一個大人 變成家喻不孝 沒有人不認識 OK 那我這裡有放一個影片 我簡單的播一下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 Mario出現了 來看影片 看影片能不能不順利播放 可能播不了 那沒關係 那你們在想說讓大家感受一下 可能Mario他的魅力 但是如果大家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你們也可以上網去看 OK 上網去看 那大概是什麼樣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應該聽過嘛 Mario的影片是什麼 那大概是不是這樣 OK 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款遊戲1980我們也出的 然後 其實我剛剛講的 那個 Nintendo Zero Quality 它這裡可能你很害羞 可能就光在這裡 就擺在這裡 它是在黑色的背景 所以大家可能看不在這裡 那它自己就開這個張文 你就知道OK 這是一個高頻率的遊戲 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我先講到下一頁 好 那我這邊啦 我今天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就是 就是除了讓大家了解這些歷史之外 你也可以說我來推等等 我來讓大家認識多一點遊戲的系列 你們可以不用去玩沒有關係 沒有說一定要 但這個概念有人當時說 你可能這麼多電影都沒看過 但你至少知道哪些電影是零作 或是巨作 或是大家都不可以認為這樣好 所以要的道理 我在這裡也是想要 讓大家認識一些比較有名的系列 並且讓你知道為什麼它在遊戲史上面 帶來很大的影響 那我們把時間再往後推移到1986 我這裡舉了兩個遊戲的例子 首先是左邊的這個 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這張圖 我們先看 這是美國跟日本的BOX 長得不太一樣 那這個遊戲叫什麼 叫薩爾拉傳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提到 沒有的話沒關係 今天你可以好好認識我 The Legend of Zelda 那我們先看這裡的圖片 你可以看到它看起來是什麼 是一個 看你像彼得 他戴著一個綠色的帽子 然後手持著劍跟盾牌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遊戲就是一個冒險故事 你當一個勇者 然後要去救公主 然後你在過程當中 被跟很多怪物施殺 這樣子 你要想 我們從一開始 救女朋友 我們獨得更早以前是怎麼樣 跑去天荒球有沒有 我們現在已經進步到 可以講一個故事了 而且這個故事還有點複雜 是 你需要救公主 但不過呢 我也遇到人家的怪獸 然後還要跑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的世界觀很大 有沒有 它變成一個無好險的世界 它變成一個體驗 而不是只是單純一個遊戲 所以你會看到我這裡放了這張圖片呢 我們也有主角 我看他拿了一個盾牌 他也有劍 然後身邊都是圍基師 有沒有 然後他可以怎麼樣 進到盾牧裡面 他可以往左往右往左往下 然後去看守 他身處的這個世界 這整個scale 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樣 他已經變成有故事 有敘事在裡面 他是一個體驗 那右邊這裡呢 這個就是科幻而已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裡 這個遊戲叫Metroid Metroid OK 就是一個名字而已 沒有什麼實際的名字 他就是遊戲的名字叫Metroid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你就把它當作人名單機 就好 那你會發覺說 在家什麼 我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守 SDPUD上面的世界級大戰 但有一點那種感覺 你如果去看那個什麼 Mandalorian 他是不是全身穿盔甲 他是個賞金獵人 很酷 對不對 那這也是一樣的道理 你扮演一個銀河的賞金獵人 要去一樣 去做 做掉邪惡事件 然後從左走到右 所以你會發覺說 任天堂 他其實 在這個時候 他點不起的地方是 他不僅 可以透過關係策略 去捕獲人形 同時 他也知道 他要玩長期遊戲是什麼遊戲 他知道說 我要做的是 high quality的遊戲 所以這些遊戲都是任天堂自己做的 他們自己裡面的 R&D 自己做的遊戲 三款都是 我說他講的所有時候是他們做的 好 好 那這個就是大概講完第三世代遊戲主機的歷史 OK 那我在講遊戲主機時代的時候 其實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硬體會不斷的升級 那剛剛的紅白機 跟NDS呢 他們幾指 都是要冒出於第三世代的遊戲 OK 那數字不是很重要 你只要照我們 沒有在一個時代就好 那現在到下一個時代 在第四世代的視頻 科技會更進 那第四世代的特徵史 就是任天堂第三世代 有點像是 很多人 很多任天堂粉 其實不知道很多 對不對 我也是 不知道他在對幹什麼 我 我們都會說 任天堂其實在第三世代的時候 等於是拯救了整個遊戲產業 因為如果沒有它出現的話 沒有人知道遊戲產業會 搞不好就掛掉了 那當然的話 我其實就是會 Tank的那個角色 但是其實我們不算決定 OK 那 那 反過來講就是說 因為任天堂 有點像是 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所以其實他 周邊的廠商 根本沒有什麼 好 可以理解 他的市場價格 非常非常高 你如果去問美國人 很多美國媽媽 都搞不清楚遊戲主題 他們都會說 喔 你玩了那個 是不是 任天堂 因為在他們的腦袋裡面 甚至到現在還是 他們不知道還有其他的產生 他們只知道 喔 一個遊戲 就應該叫任天堂 因為任天堂就是做遊戲 有點像是 我們 用收據引擎 我們會說什麼 我們Google一下 對不對 在遊戲產業就是 喔 我們玩的都叫任天堂 所以他的 影響力是 OK 但是到了第四世代 終於 他的很多競爭 對所有 相繼朋友 那你要怎麼樣 在一個原本市場 已經被某一個人 當中的狀態下 把他搶過來 很簡單 就是怎麼樣 科技的進步 就是你瞬間 秀給小朋友看說 我以為性能更好的主機 我玩的遊戲 比以前 長得更瘋狂 更深 更多有趣的東西 可以讓大家看 所以我們來看任天堂的 Mindwall 他的進步隊員是 SEGA SEGA 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的畫面 跟前面的 明顯身體表現 你看他使用的顏色 對不對 後面還有海 還有這些樹 還有這些東西 非常低調的感覺 然後你再看 我這裡秀的這個遊戲 是SEGA的 音速小 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誰是 音速小 OK 那 如果要稍微讓大家認識一下 好低速小 他是 之前才出過一部電影 非函是第二集 這有一點 不知道大家知道 不知道的話可以去上網查一下 他寫到現在都還 活得不錯 OK 他一直都在 好 所以你看到SEGA 出了這樣的一個東西 他想要跟誰對抗 肯定是跟瑪利歐對抗 因為瑪利歐也是這樣 從豬跳到右 那想說這裡 畫風啊 什麼 音樂啊 很明顯做的性能 都不一樣 就是為了要搶他的市場 所以電影航班有開SEGA 它是怎麼樣 反過來 我出一個新的主題 SUPER NINTENDO 我們前一個主題是 叫 NINTENDO CONSISTENT NETS 那我只要在前面 再過來一個 SUPER 就代表怎麼樣 我把它升級 原本的 NINTENDO 呢 他是八位元的 好 聽懂在講什麼沒關係 你只要知道 數字越大 他就越強 現在他變成什麼DUMBLE 16變成了 他用16會員的計算 反正就是計算的人 越來越強 OK 所以你會發現說 瑪利歐跟原本 他又升級了 非常漂亮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就講快一點 好不好 那我們會說 大概這個時候 時間要搞什麼意思 原本 剛剛有秀偉跟他看 他都升級了 你看 畫風什麼的 OK 殺怪物 這都跟原本的差異非常大 升級了 OK 所以是NINTENDO的一個 黃金史詞 好 那接下來我要講一個 有趣的故事 就是 有系列的再一次科技 OK 那這個故事 一樣 從NINTENDO就出來說起 或者你做一個很簡單的 辦法給大家看 NINTENDO NINTENDO說什麼 他說 我需要用剛把我製作 製作好東西 所以 他知道他是一個技術 因為他必須做遊戲 他不是做硬體 OK 所以他要找一些 好的硬體公司 來幫他 所以他要去找誰呢 他去找SONY SONY夠大了吧 對不對 我們到現在他還認識SONY 他就說 喔SONY 我們來看他主機吧 那SONY剛剛就說 OK啊來喔 他怎麼樣 他說我可以用 CD光碟 來 讀取 遊戲 那你居然搞不清楚 這些科技誰比較好 誰比較啥 因為把他都說 是很強硬 對不對 有時候我都用卡帶 我現在可以弄 OK 那太棒了 對 那SONY 但這個故事沒有那麼容易 SONY說什麼 SONY說 既然 CD是我做的 那我應該可以獲得 相關的授權 相關的授權 對不對 那你想要賺一筆 那那一款作為 遊戲產業的龍頭 我怕他已經不太失落 那你可能 我應該要賺 所以他就說 喔應該這樣子 你就去搞什麼 你比較好 我們來搞我們的遊戲 我們支持個合作計畫 你就還想有太多飯 結果呢 現在他自己就覺得 這個deal 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他想要去找 SONY的對手 可以認識 還進 好先倒帶一下 因為現在是2000年後 我還想把它聽完 所以社長呢 買時間 再給你10分鐘 好不好 好 來 謝謝 謝謝 恭喜各位 OK 好 謝謝大家 同場 謝謝各位 那我們還是 進來往師傅加快一點 對 講重點 好 那你想一件事情 就是 你這樣不知道Felip 是什麼公司也沒關係 你只要知道他可以收你 在當時你就是兩個很大的 就合上 然後互相接觸這樣 那A棠去找他的 其實對於SONY來說 就是很大把臉的 一個情形的活動 而且他還是秘密的進行 他偷偷地跟Felip 然後也不會透視SONY這些事情 而且更何況 但是有一天 他們在發表會上面 原本 那些記者還以為 那一棠跟SONY要出一個新的組織 結果 然後SONY也說OK 所以現在我們正在繼續 Develop 然後結果下一刻 半任天堂上記者會的時候 他說 喔 其實我們其實要找Felip 你看 對於SONY來說 面子就大 是不是 完全就是the arm 所以 所以他就能量說 我要跟Felip合作開發 一個CD主題這樣 所以 你看SONY就很高興 他會抱這個 他正就來抱這個 OK 走著小 所以怎樣 SONY 他很不爽 跟電腦幹什麼 這樣子的事情 他就想說 我既然都已經花了很多成本 在處理 有系列相關的例子 那我乾脆自己來做 於是 從這一刻開始 1995年的時候 SONY的Daystation 就是這個 你會看到它是 32FIN ELEVAL的16FIN 就是在SAN2 就是科技又進 所以我們現在就知道 地圖世代一座 先翻 那我這裡 秀的這個遊戲 我是想要告訴大家說 SONY PLAYSTATION 出來的這件事情 對於它衝行有多大 因為光是科技 轉身都不在化效 但你如果還記得 其實是在聽講的時候 聽講其實受得住 你看聽說就很普遍話 其實基本上 性質還是很講究 那一次 打平手 可是現在這個東西出來的時候 其實讓大家感到很晚 像這個是1997 我剛才寫的FINALFINZ7 不知道大家認識 但是你很明顯看到 首先我的角色 是不是從原本2D的衣服化 變成3D多邊型的3D建築 沒有發現到這件事情 OK 所以這個東西 在造就畫質 這件事情來講 是有很大很大的建築 跟原本作畫的方式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都做了一個很大的建築 而且你可以看到很明顯 像我剛才寫自己的 這裡很明顯就是要放自己的 OK 所以這個大概是 收聽PlayStation的東西 好 但我們來看 那樣不小心 弄出一個敵手 自己亂搞 搞出一個敵手 它要對應的 它對應的方式就是 衛衫 它對應的方式是 ZAC ZAC Nintendo 64 你會發現一個事情是 Nintendo其實很好 因為在1995年的時候 PlayStation有關時 很多人 反而被拿走 我想很多人支持 開發遊戲廠商 因為很多開發遊戲廠商 像是任天堂本身的人 他們都知道是不是有比較好的例子 也就是說 他們其實在開發新的遊戲 會比較新生 或是他們 想說事情 會更容易拿到 所以很多人 原本支持任天堂的 就是搶槍的把人放棄走到手裡 變成說任天堂原本可以出的遊戲就越來越死 這任天堂為了要能夠再當鬼一球 他直接skip 前面這裡是32遍 他直接怎麼樣 他直接跳到32遍 跳到60遍 這是為什麼我要稍微提一下這個數字的原因 原因是因為 不好意思 剛好就叫Nintendo 64 那你一定會好奇說64是什麼意思 那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我比Sony還要的意思 對不對 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是剛好隔一年組的1996年組 那同樣 代表作品還是Mario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收放 每當任天堂出一個新的組件的時候 Mario就是第一個組件 這種遊戲我們叫Launch title 就是跟一體同一天發行的遊戲 很重要 因為你如果一開始沒有一個好的Mario title的話 你可能會讓消費者在第一時間對於你的病體沒有任何興趣 然後就造成你長期來跟外遊出去 OK 所以這裡有Super Mario 6 那原本我想秀影片 但是你可能沒有時間秀 好 那另外一個也是 大家如果還要聽一下薩爾達成說 也升級了 OK 原本我們修完模組片 他現在也升級了 這款遊戲簡單提價 堪稱是遊戲史上提價最高 如果大家現在去看MarioCredit這個網站 這樣怎麼會有些 98分以上 非常非常高 OK 評價非常非常高 那我這裡一下來有一個問題叫做 對產業的3D遊戲 是有什麼意思嗎 是說 你會注意到 因為我可能沒辦法秀一些 所以你們感受不到 但你想想一下 原本Mario從左到右 OK 他只有XL跟ZL 但是 從Nintendo 3D 4開始 我多多了3D這件事情 我多多了一個回憶 也就是說 我原本Mario從左到右 還要越過這些人的時候 他可以跳 但是現在我多了一個回憶 我多了一個回憶 其實我可以用到 我慢慢用到 也就是說 原本遊戲的規則 不是想 你必須要重新去 定義你的遊戲要怎麼玩 才會允許 很多東西大家到底清楚到底要怎麼 所以其實在1995到2000這個年代 我們叫做一個3D遊戲的時代 他是一個很統一的時代 因為很多系列 那種都是2D的 OK 都是2D的 他們都在思考說 我要怎麼變3D 然後 還有好的遊戲性 那Nintendo等於是 帥先做人說 This is how you do it 這是你變3D的方法 所以其實從 866到 薩德斯的時代 這兩款遊戲 他等於是定義了 3D跳躍式遊戲 3D跳躍式分開遊戲 跟3D冒險遊戲 現在最多的都是什麼 冒險遊戲 到底要怎麼做 OK 這是從他命 很多人都是從這裡抓藍頭去 好 那我們終於進到的 兼聯以後 這是Nintendo 還天安時期 為什麼呢 我們要先認識一下Nintendo 這個時候 他的競爭對手有誰 首先 SEGA 這個第四世代出來 英俗小子 OK 他還在 前面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SEGA還在 英俗多了一個人 Sony 對不對 而且這是PS5 PS5 不是只有這些人 在一個Microsoft Xbox OK 現在競爭對手 又多了 那如果大家 也有概念的話 搞不好 很多家裡 都還沒騰PHA 因為 PS5到今天 仍然是全世界 銷售量最多的遊戲 到今天還是什麼 到今天還是什麼 OK 沒有人可以打贏 所以一看 你不知道對手 是這樣的王子 你怎麼可能打贏 In fact 對於SEGA而言 他就是打贏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SEGA 他宣布說 他要退出遊戲主體 他要退出 但他不是就不做遊戲 而是他做軟體 專攻軟 他不在做硬體 因為打贏嘛 所以是很大的硬體 那你看 現在Mano照 看到Sony也這麼賺 他也想要來攻擊一下 在他好像是軟體 但他也是有一些問題設備 所以他就忍縫 他先赤子沒有關係 讓我們先打贏 看我們會不會來可以 翻回來 OK 所以你的競爭對手 大概是這個樣子 你要怎麼辦 我們來看 今天剛剛出了一個這個 要連天都點贏 OK 那如果你發到我剛剛的問題 你應該會想說 我是不是要有一個同樣具有代表性的 Mario的奏品來象徵新時代的開始 嘿 所以他做了什麼 他做了什麼 他做了路易吉 蛤?什麼東西 他出了不是Mario的遊戲 而是Mario的弟弟路易吉的遊戲 很奇怪的一個主動 就是大家明明都比較熟嗎 大家明明都想要看Mario 在新的世界裡面 這樣子冒險啊怎麼樣 結果他居然租了一個 不然你出來做一個比較奇怪的東西 但你說這個遊戲不好嗎 也不會 In Retrospect 我們團過來看 其實我們會覺得 這是一個不錯的名作 但是你要了解 對於時代類型的業 這是一個不太好的行銷方式 OK 而且這個遊戲很短 跟那種 你要知道 其實到了這個時候 大家的胃口已經被養很大 我3D2D的時候 我遊戲時間也要越長 有沒有可能3分鐘可以結束這個遊戲 我要換到10小時以上 甚至更長 所以這遊戲大概10小時結束 這個時候他已經想要20小時以上 如果你是看劣速的話 劣速 看母性甚至還有 那種 我還在看電影 就是拍一大堆影片啊 或是劇情啊 需要退演 但是我還去不覺得 那我這裡下一個問題 是Incube是不是 你會被時代拍得到好幾個 因為其實 在Incube上面 也有非常多的 因為看到我們這裡 一、二、三個 還是我一直練 有沒有 阿溜 還有薩爾亞傳說 還有Fantroid 這三個 一直以來 他們還是不斷地在演技 所以很多 玩遊戲的人 回思看 2010到2010 最後這段時間 他們會覺得 其實Incube是很好的足跡 也是他的convitation 實在是太 太低了 而且 大家這個時候 想的東西 或是 有沒有辦法 可以更 更 更 更近 科技 準備什麼 快 好 好 不知道我還能講 多少人 回家 更快 好 講到這裡 有一個概念要跟大家解說 其實 從現在開始 遊戲產業 已經不再是 比遊戲的化 而是在比科技 誰的利物做得比較好 所以你會看到 從這個時候開始 基本上大家的眼光 都在雙面的外面上 像這個就是 PS3 跟Fixbox三個 OK 那 證明堂怎麼辦 他的方法 就是 打另外一個市場 叫做 無益 OK 相信很多人家裡都有 無益 對不對 那你們大家為什麼會買 你應該就是被他騙了 有時候 任天堂就會騙 他怎麼騙 他說 怎麼 這不是遊戲主機 這是一個運動主機 對不對 所以就買遊戲主機 然後你就在家那邊 壞回去 然後就在你玩 然後他 努力就打 有了 所以你會發現 任天堂即使在 這樣科技的 大公司 壓人 情況下 他還是什麼 因為他們流腦袋 他們知道怎麼行銷 OK 他們知道行銷 方式是 我只要你有沒有打 我消費者辛苦 就會整個家鄉 OK 所以你會看到 他還可以出很多配件 你看 我為了要玩一個射擊遊戲 我多一個這個 我為了要玩一個賽車遊戲 我多一個這個 我為了要BJ 我多一個版 其實 其實前兩個是 三大塑膠 然後你就買了 而且還不配件 但是你就接受 因為你覺得他設計感 所以你很了解 是他可以設計 OK 這裡秀秀一下 這邊是 你充設了很多經典組 這樣子 這樣子 那此時以後 就進入到一個 三個問題的狀態 可以就是 PlayStation Intento Xbox 這三個 那當然 Sonic和Microsoft機群 這些都PS4 跟Xbox One 他們就是一直 硬體設定 升級而已 就只是這樣而已 那 你要知道 就是Wii之後 很不幸的 手機遊戲取代的 所以意思 Wii很多遊戲 就像我剛才講 WiiSports 你大概玩三個 都能做 你就只是一個噱頭 這種東西 所謂噱頭式的遊戲 手機遊戲 剛好可以輔助 有沒有 你看我這裡列了這些App 好不好 在座各位都有放多 對不對 Candy Crush Angry Bird 都這樣 都這樣 我也記得我有玩過這些遊戲 OK 所以 Wii的優勢 就會手機取代 也就是說 其實在下一個 時候 危機又來 因為他原本的優勢 又沒有 OK 所以你看 Wii在12年 出了一個新的主題 長得到Wii超像 就是因為他們想要繼續 等於是 Take advantage 你 這種意思 讓Wii的優點可以持續 結果 反而是 讓稍微我覺得說 欸 怎麼 我需要來彈這個 我不是有一彈Wii的嗎 我為什麼還需要來彈Wii的 我不懂 什麼是Wii OK 應該沒有人有一彈Wii 應該只有Wii 好 那 我必須說人家這件事 雖然Wii是一個 很 黑暗的事情 又在一些黑暗的事情 也都還是有冠軍 那等一下可以再做一下 好 那我這裡 講的一個重點是說 現在好像這麼多 這麼多是危機師 為什麼會廣 好 那 其實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我們沒有特定講 是因為 他在攜帶組織長期的事情 就沒有失敗了 好 我們雙方在講家庭組織 我們其實沒有在講攜帶組織 那我稍微提一下 攜帶組織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 因為他連我走 哈哈 哈哈 因為他還有好可夢 三分之一 五分 大家應該知道好可夢 其實也賣最好的 其實就是好可夢 他既然有 三分之五一的股份 但其實也不難會 OK 那這裡大概是 我家店長的長期 這麼多 OK 那你會想一件事情 如果整機市場 從來沒有失敗的話 我有另一個方法 可不可以利用在長機市場 這樣好處 跟國家機 攜帶在一起 喔 有耶 聯絡都水準 如果大家 對聯絡水準 會有愛你的話 大家可能常常看到電視廣告 什麼 應該都很常打聯絡水準 聯絡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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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就是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水準上次了六點 到現在 都還賣得怎麼樣 好 那我大概講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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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是 實在是 要是我個人 你會把它聽完 而且會請他慢慢講 因為 有 有 因為 遊戲就是 男人的 精神思量 可以拿遊戲不用吃飯 所以 聽得清清也會 謝華 謝華 好 沒有好好拍一下 拍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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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是那個 拍一張 非常棒 好 我們先敲衝 然後接下來大家再購 這個熱情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有社長指證 你剛剛你自己 重新拍一張 大家重新拍一張 趕快 動作快點 好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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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 因為你跟他跌太快了 好 來 這是新型色 幫你拿換 我們有這個 演講費還有我們的設計 要準 好 我們再次熱烈的謝謝 我們今天的主角真的出席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然後請社長 民眾宣布立位 哇 很棒喔 台北千幸福人測第184次立位 出席率87% 捐款收入2萬名748 會員圓滿結束 謝謝 謝謝社長 不過我們那個台庭的服務 出席率應該是最高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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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